蔡英文是非常希望 用這個撒哈哥的民調 來做初選民調 賴清德當然是喜歡這一邊 他喜歡這一餐 如果是這一邊的話 民進黨最後會不會做出 一個所謂的排欄民調 如果你賴清德堅持 要用這種方式做的話 我們就要排欄 然後確定說 到底誰才是民進黨支持者 最喜歡的候選人 其實從這個民調來看 我認為賴清德已經出局了 非常清楚 出局了 非常清楚 因為現在態勢來看 我必須要附和一下 王毅元的講法 的確柯文哲會出來的 所以在柯文哲會出來的情況下 不可能用左邊的 就是說賴清德42.6 然後蔡英文37.4 這個民調告訴大家 一個什麼訊息 我跟大家解讀一下 這個訊息就是告訴大家說 26.2也好 右邊的蔡英文26.2也好 這個賴清德26.5也好 這一部分的比例的 這個老百姓是什麼 就是深綠的 就是八豆兵兵也要選給阿扁的 口袋空空也要支持蔡英文的 就是屬於這種極律 就是無論如何 我眼睛閉著 就是這張票投下去 就是民進黨 好 左邊這張圖代表什麼 代表跟右邊比起來 民進黨分別有上升 如果柯文哲不出來的話 分別淺綠的部分 因為他怎麼樣 他其實也不滿意 民進黨的作為 可是你叫他藍綠 兩個比較起來 這個時候藍綠就藏在我心了 藏在我心的情況下 我死也不想投給國民黨 我死也不想讓國民黨籍的人當選 那麼這時候 含淚出來投票的比例 大概佔10%到15%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是賴清德 跟兩個人出來比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可是我們都知道 左邊那樣的情形是不可能的 而五人小組都牢牢掌握在 蔡英文的手上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採納說 我要用這個 不管是他互比也好 或者是兩個人 就是藍綠對決的這個 不可能採取這一邊的 因為藍綠現在這個 民進黨現在出來的人 就是只能召喚他的基本盤 而他的基本盤 就是在26.2跟26.5 所以你說蔡英文操作了半天 拿網軍打這個賴清德 打到賴清德哀哀叫說 請蔡總統呼籲網軍 不要再來打我了 間接證實了 民進黨以前口口聲聲否認 他有操作網軍的存在 現在經由賴清德的出來 終於幫我們證實了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講 看這個民調 大家就知道 你想想看 以蔡英文的個性 他都已經說不惜拉破老臉 就說初選要延期了 民進黨的什麼面子 什麼統統都不顧了 號稱什麼民主 統統可以丟一邊去 他在只差0.3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民調要操作0.3很困難嗎 民調公司要動動手腳 很困難嗎 所以我就跟大家在這裡 大膽的預言 民進黨最後出現的人 一定叫做蔡英文 不過如果是照這樣子的 數字來看的話 陳明文在中職會上面的連署說 要等到國民黨推出人選之後 再做民調 應該改一下這個連署的文 應該等到柯文哲出現之後 再做民調 是比較合理的 你國民黨出現 韓國瑜就算出現了 你做出來的民調 蔡英文還是輸這麼多 對啊 沒有錯 有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都說他們最近初選的時程 有受到一些延宕 是因為他們覺得 現在這個狀況 做對比式民調會失真 所以他們擔心 如果太早推出人選 就在國民黨 還沒有確定人選的時候 他們推出人選 因為民調不準 所以他們會誤判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擔心 真的是多餘的 因為這個民調 可以看出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韓國瑜只要參選 他對上誰都會贏 第二個重點就是 只要有柯文哲 民進黨派誰都不會贏 第三個重點是 在任何的組合之下 賴清德都贏蔡英文 所以這三個重點一出來之後 我覺得民進黨那些擔心 都是多餘的 你不管對比式 設定國民黨的目標是誰 反正結果都是一樣的 這幾天有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我倒是覺得滿值得討論 就是大小姐跟金孫之戰 當然這個賴院長 已經出來求饒說 請蔡總統對她手下留情 蔡總統也說 沒有 我受到的攻擊比你還多 可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大家去網路上可以看一下 這個台獨金孫這個詞很神奇 是從三月之後 才出現在網路上 三月是什麼時間點 就是賴清德宣布要選總統之後 三一八之後 金孫才誕生 網路就出現了金孫這個封號 可是反而大小姐這個封號 是2016她當上總統之後 就已經大家開始討論了 因為她不管是政治性格 或是她對生活品質的要求 就是大小姐 還有生活要御處來煮飯這個 這個稱號已經跟著她很久 反而在最近起的奇妙變化 多了金孫這件事情 而且另外一方面 大小姐還改包裝上市 變成辣台妹了 說實在的 宣稱自己不畏戰 但是推三組是 想盡各種方法來推延這個初選 不參加初選戰場的人 到底憑哪一點叫辣台妹 不只民進黨的朋友不解 我們這些局外人 雖然是別人的家務士 我們看了也是很多問號 但是唯一慘烈的是這個 我們這個台獨金孫 在今年三月之前 他在網路都叫做賴神 一夕之間 他就變成了這個台獨金孫 更慘過一陣子 可能變賴皮鬼都不知道 在這個狀況之下 對他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說實在 賴清德市長 賴清德院長 他過去最強的地方 並不是網路 而是他在南部的影響力 所以換句話說 蔡英文如果就算靠這些 剛剛這個惠玲姐講了 有可能靠種種民調等等 他自己操作國家機器 黨機器的方式 贏得初選民調 可是在之後他要怎麼修補 他跟南部選民之間的關係 還有那個破裂的信任感 我覺得是他接下來 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總而言之一句話 民進黨的團結 現在讓大家看出來 叫做全黨只能支持蔡英文的 這種團結 很有趣